我们看一下这我刚才已经删掉了这个东西 我们就做视料就ok了 算了我们还是把它拿到前面去吧 我们把这个变量放到全局里边去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运行一下看一下 感谢观看 怎么没有弹出键盘呢 看一下 哦 这报错了 我们看一下什么错误 这没有促使号 因为刚才我这个地方把代码稍微改了一下 所以说他就没有出键就包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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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先上一下 崩溃了 我也是崩溃了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再选择一下这种方法 现在已经出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布局 然后下一个输入法 删除按钮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下一个输入法这个功能 现在点击一下 切换到下一个输入法 又切换回来了 OK我们现在输入一个字母A 它这就出现了以后 我们刚好可以在这对照一下 当我们输入A的时候 它留回输入A的一个模式密码 模式电码 然后再输入它 再输入它 OK我们可以删除 试一下 删除功能好像没有完成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完成删除功能的时候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首先我们可能同样是 这个 text obj ui text document self text document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 获取到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我们再看一下 跟 获取到 输入前的输入后的 这些都可以获取到 这有 看它输入之前 就是在我们的输入光标的前面的制服 和输入光标后面的制服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使用 stream strg 和 标签 和 标签 标签 document.out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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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ut after string ok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 根据这两个值呢 b4 或者是after 进行一些判断 然后再看出我们删除多少 我们为了简便呢,我们只删除一个 就是 if b4 b4 1 emt 我们就不处理它了 空中处理了 else 我们就会删除一个了 txt opg delete ok 删除制服 删除一个 我们现在ok 现在给它看一下 我们再运行一下 咱们可能有点重新再出一下了 ok 我们现在输入一个支付 接着输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输到这个地方来了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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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怎么回事 mix fearlet inherit co permian for your unformal layer unop unoptional value 我们看一下它的封位置 好 好 好 四 五 五 三 五 五 五 六 五 五 然后再听在一声 收拾 上出了 为什么还是不行呢 好吧算了 那我就还是不动它 好 感谢观看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 如果我们有制服刷 那我们就删除 如果没有它是空的 那我们就不用删除了 就直接返回了 对不对 我们先看一下 看有没有错 是 是这样的 同样可以输入 我们再试一下 那我们换 重新写一下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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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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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6 G5 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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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9 G6 现在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东西 先看一下 就是这个 他在这个维基百科里面 他介绍了一个东西 叫做SOS 就是那个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 大家知道这个求救信号SOS是怎么来的吗 并不是因为呢 SOS是某一个单词的缩写或者是怎样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模式密码的一个型号 因为SOS用模式密码 模式电码表示的时候呢 它的容错性等等一些 而且很 它的信号的一些信号可能跟信号 电信号可能有关的一些特性吧 会是比较的完美 所以说就会选择了它 然后它的SOS呢 其实就是三个字母的 它的电码的模式电码的表示 我们现在输入SOS看一下 SOS 看上去就好像是三个点 三个横 然后再下上三个点 非常清楚 大家记住了吗 SOS可不是某一个单词的缩写 然后 然后在最后 我希望大家可以 因为讲解的时候 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完善一下 完善一下这个布局 布局这一块的东西 然后这个颜色 大家需要调整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键盘的布局 其实跟咱们平时使用的布局 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 我也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 在这个地方提到 我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布局 叫做德沃夏克布局 然后我也使用了很多年 然后它的布局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咱们这儿是QWERTY 对不对 这叫QWERTY这种布局 另外还有一种布局 可以跟它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跟大家搜索一下 它的英文单词就是DVORAK 然后它叫德沃夏克键盘 然后它这是它的发明的 这应该不是另外一个 我们看一下 要不这样吗 我们现在直接打开这张图片好了 大家稍微对比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上面的第一排是QWERTY 但它的第一排是符号符号 然后PYFGCRL 然后它的第二排是AOEUIDHTNS 然后这些跟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德沃夏克键盘呢 可能会提高大家的一个输入的速度 或者是减少一个手指移动的 因为我们所有经常输入的字母呢 都在中间这一排 然后可能大家手指移动的是 距离就很短 然后也可以方便大家减少一些P了 因为呢 在这个地方咱们提到了一个扩展键盘 然后这里大家也附带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完完成了 谢谢大家